好了這個粉呢是500克 慢慢倒入發糕粉再加水均勻攪拌 新科立委李昆成在廚房裡忙進忙出 大家要倒下去囉 大概到七分門左右 一邊介紹食材講解步驟 這一次的立委選戰結束 李昆成成了新科立委 也趁著過年時間下廚 要來做硬頸的五彩發糕 把這個空氣震掉 這個東西材料準備也很簡單 然後全家裡也可以一起做 那更重要的是它是這個五色發糕 然後也代表這個新的一年 這個大家能夠發發發 然後這個五福里門 這個五路財神一起來 新的一年 龍年 這個後雲龍中來 色彩鮮艷的發糕分別是紅麴 紅蘿蔔 抹茶還有紫蘇口味 讓人看了食指大動 過年期間大展身手的還有它 民進黨新北市議員陳乃瑜 手上鐵棍掛著長長的面線 經過幾番來回拉扯 面線變得越來越細 新北市議員陳乃瑜和先生 帶著一對可愛的兒女 到新北市實定區 體驗面線DIY 推廣轄區旅遊 拉面線的體驗活動 我個人是覺得 不管是情侶約會出遊 或者是全家走春出遊 都非常適合 我們實定在地的文化歷史導覽之外 我們這邊風景超漂亮的 過年的時候大家都會吃面線 對 拉面線有一個平安 長壽的含義 手工面線 其實手工做的都是鹹的 加了鹽的麵線呢 就相對的容易保存 除了麵線DIY 實定人文歷史水文的導覽外 現場還有流水麵線 要讓來訪的遊客們 都能吃飽喝足 加油 過年期間 政治人物暫時放下選物行程 要讓大家看見 深藏不露的好手藝 民視新聞 莊藝成 吳東茂 洪國凱 新北報導